HELLO 我是阿怪 今天來來分享關於溺水和手遊的直列公寓的介紹 希望能夠讓玩家快速的了解遊戲 目前遊戲中共有七種職業 分別是水猛、血河、鐵衣、身像、九陵、樹問、龍鷹 血河定位為坦克兼戰士 中門為筆血淫、難度為適中 武器為長槍 特色是精湛輸出防禦 血河是遊戲中唯一可以騎馬作戰的職業 主武器為長槍、能漏能輸出 而且攻擊範圍也很大 操作難度也不高 就有一定的靈活性 而普通技能 不同釋放的順序也會產生不同的效果 瀟灑不羈的血河 以大開大合的方式 奮不顧身的長槍重鋒限陣 上陣難度為中等 防禦力跟機動性也都屬於中等 擁有各種突進技能 可以在戰場上隨時切入 不過單挑能力就比較普通一些 而血河特色就是可以騎馬 在騎馬狀態下可以發揮不同的技能效果 整體玩法蠻多樣化的 而且血河在團體中 擔任為副坦克 對於貧民來說 負擔不會跳太大 是可以遊玩的 不過單挑能力一般 主打控制技能 還有自我保護能力 自身恢復生命力的速度快 能夠打消耗戰 能夠利用突擊技能在團體中穿梭 更能夠吸附全體角色造成群傷效果 在副本方面可以搭配團隊快速通關 睡影夢 定位為輸出爆發力強 中門為騎仙導 難易度高 使用武器長刀 職業為近戰刺客 睡夢又有全職業最強的爆發傷害 單挑能力強 不過因為身體比較脆皮 因此對玩家的熟練度要求非常高 需要靈活的運用自己的連招 以及解控技能才能夠發揮睡夢的優勢 總之如果你是高手的等級 操控睡夢就可以大殺四方 冷酷中二的睡夢 精通潛情四殺 身懷短刀難掩殺氣 這個職業防禦力幾乎為0 但是他有極高的機動性 以及輸出能力是眾多職業最高的 但是上手難易度比較大 不推薦給新手玩家選擇 而睡夢上手難易度高 所以不太適合平民 因為培養成本也比較高 精通各種潛情四殺 必可以釋放華麗的技能 而且還可以循環的進行技能連招 這個職業爆發力非常強大 可以利用多段位移來進行靈活的閃避 但是該職業的防禦力比較低 只能說防禦力比子還薄啊 而優點就是擁有高的傷害 也算是完美的刺客 切入之後可以一路連招秒殺 非常的帥氣 數五問 定位為治療輔助 中謀為藥王鼓 難度低 武器為籌帶 職業為中遠程攻擊 治療輔助 不管什麼樣的遊戲 奶媽都是最搶手的存在 數萬是溺水彈中唯一的治療職業 在輸出時為近戰 而治療時則是遠程 具有非常強的控制能力 另外數萬還有各種的增益Buff 虛散效果和大範圍的控制技能 無論是PVE還有PVB 都十分有用 可愛溫柔的數問 使用籌帶作為武器 是遊戲中唯一的治療類型 而數問擁有多種加血還有增益的技能 在戰鬥中可以給隊友祈祷各種輔助效果 也是各種難途任務中最需要的職業 數問是輔助職業 因為他的培養成本比較低 所以非常適合平民選擇 而數問擁有兩種型態 包含了術星還有天問 術星狀態可以加強自身的治療 增加自我的防禦能力 無論天狀態可以提升自身能力 在戰鬥中束縛控制 數問是唯一的治療之業 所以他在副本中也是不二人選 不僅可以在關鍵時刻復活隊友 也自帶技能、加險還有增益輔助 操作是非常簡單的 非常適合新手使用 而且他對裝備的需求不甚高 只要能補血就可以了 神像 定位為遠程輸出 中文為白地層 操縱難度高 武器為琴劍 職業是遠程輸出 法師 由雅瑞之的神像 輕挑行旋 陰陽無形之處 匯聚在此間 這個職業屬於遠程職業 機動性非常高 但是防禦力非常低 同時上手難度也比較高 也不太適合新手玩家選擇 神像相較於睡夢的操作難度 會在低一點 當然輸出也是如此 作為團隊中不可厚缺的 後排輸出職業 神像也有僅次於 睡夢以及血和的戰鬥機動能力 輸出在PVB與PVB都比較容易打得出來 但是這也都需要裝備的強化 而神像的優點就是擁有高輸出 還有群體範圍增傷 他的武器是用琴來克制近戰武器 自身的攻擊範圍也比較廣泛一些 還有一生的靈活保命技能 靈活的同時還可以支持持續輸出 但是爆發能力就比較欠缺 防禦力也比睡夢之夜再高一些 技能可以選擇 行動無情 鳳凰展翅 洞庭丘斯 鐵衣 定位為坦克 中文為避邪中 難易度失蹤 武器為拳套 職業為近戰保力輸出 穩重建議的鐵衣 擁有鐵甲鋼拳 有一夫當官 萬夫莫開之勇 該職業是我們常見的前排擁有不俗的防禦能力 機動性與輸出為中等 上手難度也不高 人如其名 鐵衣絕對是新手玩家首選 不僅操作簡單 而且露得可怕 在副本中 是衝在最前面的隊友 因此在打副本時 完全不用愁 美人組隊 而且鐵衣的打擊感也是最強的 作為溺水寒中 濃縮率最高的職業 是副本中最重要的坦克 非常適合平民玩家選擇 近戰暴力輸出的鐵衣 算是近戰卡辛肉博的主坦 在團隊中 主打坦克的核心位置 他的輸出會比較弱一些 俗稱打不失的小強 這職業在PVP時 基本上什麼都不缺 非常穩定的近戰坦克 擁有極強的控制技能 中等的增傷傷害 連招起來 也還算蠻痛的 而鐵衣有兩個型態 破 與玉的型態 破 可以不斷的獲得狂暴值 再施放狂暴技能 就可以打出超威的傷害 比較適合PV使用 而玉這個型態 可以增加支撐的抵抗能力 並且在受傷時 還具有反彈效果 9-0 定位為召喚 中門為妖王谷 難度適中 武器為魂燈 直位為遠程輸出召喚師 邪魅神秘的9-0 這個職業很像其他遊戲的召喚師 可以召喚寵物來進行作戰 同時還擁有非常高的寶拔傷害 玩起來還算是個不錯的職業 而9-0 在全職業中 是唯一能夠召喚寵物的角色 雖然很酷 但是他基本的輸出 也都是靠寵物為主 人物一般只能提供孔之技能 因此對玩家的操作要求不高 相較於神像 9-0 在新手階段非常厲害 不過到了高等級 在PV的時候 就容易被突襲 而且本身血量又少 就很容易被搭示 9-0也是適合平民玩家所選擇 因為操縱難度比較低 這個職業能夠召喚寵物 他最主要的位置也是核心輸出 擁有不足的傷害能力 還能夠自我保障輸出的環境 而輸出方面會高於血核 但是相較於神像能力差不多 而靈活方面也是中等一些啦 具有一些微妙的輔助作用 可以使用各種蠱惑的法術 能為角色清除自身召喚值 在戰局當中能夠即時偷棍 相較於裝備上需求也是蠻高的 龍鷹 職業定位為緊戰劍士 龍鷹是傷害的輸出流派 但是可以透過切換姿態 以犧牲一部分的傷害輸出作為代價 獲得治療周遭小隊隊友的能力 不過缺乏單體持續治療的能力 也無法復活倒地的隊友 所以是無法取代素問的位置 面臨難度較高的BOSS時 可以讓一個龍鷹來輔助治療 分擔全隊瞬間集體掉血的治療壓力 龍鷹操作難度高 適合有機會的玩家 而他的特色就可以隨時切換型態 能夠輔助也能夠攻擊 如果要以睡夢相比 檔次直接上了一階啊 因為他擁有輸出爆發有激動 所以比較不好上手 有一定的存在感與強勢程度 在單體比例中表現非常亮眼 但是因為操作上面的困難 建議新手先熟悉遊戲之後再做嘗試 以上就是這次逆水和首元的職業攻略介紹啊 有什麼問題都可以在下方留言給我 喜歡的觀眾朋友點個讚、訂閱一下 也麻煩開啟小鈴鐺啊 我是愛玩搞更新怪 我們下集再見啦 掰掰